春天得养肝 但养肝药那么多 要是选错了可不行 因为肝属木 所以基本每个人都知道 春天适合养肝 但市面上养肝的药多了去了 就比如出名的 逍遥玩柴湖疏肝玩 还有越居玩等等 这些药可不是随便来个肝鱼的人就能吃的 因为肝鱼也分好多种 就拿着三个药来说 适合的人就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就简单通过舌相给你们讲讲 这三个药分别适合什么人用 先说这个逍遥玩 因为这个药里用了很多补气血 健脾的药材 所以它比较适合那种肝鱼之后影响到脾胃 导致脾胃不能正常的生成气血后 气血虚的人 这种人舌头伸出来 颜色首先是淡白的 然后舌中间脾胃区的地方凹陷 舌头两边肝曲骨胀 平时食欲不好 不想吃饭 脸上没气血 容易出现胸闷胸口胀痛 还有投云眼花的情况 女性的话也容易月经不调 如果你是这种 用逍遥玩就比较合适了 然后就是柴湖疏肝丸 这里大多是疏肝里气 健脾除胀 消极的药 所以它适合那种干预了之后 影响到脾胃 消化的人 这种人舌中也容易凹陷 两边出现骨胀 但跟刚才那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舌头的颜色是淡红的 然后舌苔厚腻 可能还会微微发黄 平时容易胸闷 消化不良 吃点东西就肚子疼 胀肚子 还会大嗝 爱气 嘴里往上反酸水 甚至吐酸水 你要是这种情况才适合用柴湖疏肝丸 来疏肝里气 消胀止痛 最后说说月居丸 这个要是解溜鱼的 就是说你干瘀气质了之后 身上陆陆续续 开始出现 痰石 淤血 石疾 甚至是火瘀了 毕竟气可以推动 血液和金液流动 要是你气瘀了 血流不动了 就会变成瘀 水液流不动 就会变成痰 干瘀影响脾胃消化 吃的东西消化不良 就变成十级 而十级 痰瘀 积累时间长了 都会化火 所以这种人 舌胎都会发黄厚蜜 两边有骨胀 有鱼斑 然后舌头下 青筋粗子 平时不仅会胸闷腐胀 大嗝反酸 嘴里也发黏发腻 脾气还急躁爱上火 身上也容易莫名其妙的痛 你要是这种情况 你就可以用这个跃居丸来调理 总之不要自己觉得干瘀了 就随便用药 先弄清楚自己属于哪种情况 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